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潮运动 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种潮流或是干嘛 我认为的潮运动是有态度有自己的个性 不管是冰球或者是冲浪 他们都有自己属于自己领域上面的专业 所以我觉得他们成为潮运动是因为这样 并不是只是因为它是潮流而已 最向往的潮流 我很想尝试看看类似高空弹跳 或者是滑翔伞就是从高空坠下的那种 类似极限运动 运动的时候有什么防晒绝招吗?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晒太阳的 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防晒绝招 擦擦防晒或者是喷喷喷雾 我只会这两种 因为我蛮喜欢晒太阳的 环保的定义? 因为我目前做到的可能就是比较基本的 垃圾分类或者是资源回收 我还没有做到不开冷气那种 我觉得是比较进阶版的 我觉得像前几天他们 我知道他们有在夏日冲浪店做净滩的这个活动 我自己其实蛮上网做这类的活动 我觉得不仅你的努力有了 有所回报 你还可以对这个世界有所帮助 如果突然有一个月的耐心下期 我会先躺在床上两周 好好的耍一下肺之后 用剩下的两周去环游一些 可能是像一些岛屿或者是什么的 因为我还蛮喜欢在海边的 那你心中上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其实上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可能睡到九十点醒 然后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然后可能周休二日 有一种就是泡茶喝咖啡 就是那种很惬意很简单的那种居家生活 其实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你保持现在这样比较好的身材的体育是什么 我是属于不易胖体质 就是我的身体代谢非常的高 所以我即使吃东西没有到达那个量 我都非常容易收下来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还蛮幸运的 就是并不会让自己可能体重过重 或者是什么样的 真的还蛮幸运的 我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学过做运动吗 我最近因为前阵子可能拍戏太忙 然后我最近比较有空闲的时间 我就开始先在家做一些居家的健身运动 然后等到自己身体力量起来之后 再考虑去健身房 做一些重量训练 或者是配合有氧无氧的运动 所以你喜欢哪吃什么 汉堡薯条 呃 披萨 或者是一些中式特色 像我现在来海南岛我就吃了海南鸡饭 教一下你的粉丝们怎么在海边拍照 我个人是喜欢拍一些意境照 比如说海边的话你可能就带一个侧影这样子 然后我前方看 呃要要要有点后方的感觉 然后是这样带过去 我看的是海 同时可以拍到可能我旁边的城市 或者是我前方的海 我觉得然后可能脸都不一定要太太清楚 或者是一个侧面的脸 我觉得都很好 主要是意境照 因为我觉得海边非常非常适合拍意境照 你认为什么是浪 我认为的浪是 有态度 做自己 坚持自己的想法跟信念的 我认为这就是浪 上天白送给你一家夏日冲浪界 让你经历你的表情是 当你提出经营改革时 伙伙人全部要撤资 你无法适合其他伙伙人撤资 但是有很多技术帮助 唯一要求就是做出三个最可爱的表情 后来发现这只是一场梦 也还是你 导演叫你开工了 OME探索 《大声》